明明是遗袖剁得太更多 为什么复查狼化的风评就是不如她好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位皇后在后宫中的为人厨师之道 这环传初期的遗袖以整个的端庄良善 就算是被华妃摁着头欺负 她也总是一笑了之 永远都是一副从容大度的样子 很有皇后的威仪和气质 总的来说面子工作做得极好 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反派 反观隔壁的复查狼化 明明也是个大家嫡女 形势却总是透露着一股小家子气 总是给人一种她在强称正式的感觉 一眼看上去就不像良善之人 而且狼化的格局也没有遗袖的大 就像扎龙给如意写匾额那件事 狼化知道之后那叫一个酸 恰巧这个时候高熙月过来请安 她就想着利用一下她 聊天过程中跟她透露了匾额的事 高熙月听完就去找扎龙要匾额了 为了避免再有人吃醋来烦自己 扎龙连夜写了十好几张字 每个宫都给送去了一副 简简是一副字 狼化就接受不了了 你看隔壁的遗羞 四大爷都独自给甄嬛交房之宠了 那华费酸的都睡不着觉了 可遗羞非但没有吃醋 还大气的成全了四大爷的小心思 这气度是狼化比不上的 最后就是遗羞坏得合情合理 而狼化则是坏得莫名其妙 遗羞作为乌拉那拉家族的树女 从小就不受重视 长大之后被父母嫁给了四大爷做侧服劲 四大爷对她算不上宠爱吧 但也不冷淡 没多久就怀了个孩子 四大爷高兴的许诺 若是生下的是贝勒 就抬她做敌服劲 可后来朝廷巨变 四大爷被封为了亲王 遗羞的嫡亲姐姐 打扮的娇巧明媚的去看她 然后四大爷就无法自拔的爱上了她姐姐 打仗之后 四大爷就再也看不到遗羞了 后来遗羞拼命的生下了一个小贝勒 可四大爷却把福尽之位给了她姐姐 此时遗羞的心里就满是仇恨了 但更让她恨的是 自己才三岁的儿子高烧不退 却没有人管 因为所有人都围着刚有运的唇员转悠 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不治身亡 换作是谁都会黑化的 可狼化虽然也是一个被男人辜负的可怜人 但她开局就是敌附近 稳坐中宫皇后 扎龙对她也不差 之后更是生了三个孩子 但她还是见不得别人好 就好像有被害妄想症一样 成天把嫡子和月祖带袍挂在嘴边 总觉得有人要害她 抢她的位子 还时不时的智商不在线 被旁人利用 找不到导致她黑化的点在哪 这么一看 确实是一休的人设要合理一点 男话的嫡子不是体弱就是去世 她为什么不挑一个成器的树子 养在身边呢 首先就是树子不好控制 就像扎龙和甄嬛一样 表面上和和气气的 但实际上成天互相较劲 互相猜忌 扎龙忌惮缓缓在前朝后宫的势力 总想着制衡 而太后呢 为了掌控扎龙不断的往她身边安插人 扎龙碍于孝道会接手这些女人 但背地里却会偷偷的防范 就像给一欢喝鼻子汤一样 扎龙始终都对缓缓不放心 到底不是亲生的 中间总是隔着一层 让别人的孩子耗费自己的心血不说 到最后还不一定会和自己一条心 万一她将来再反过来对付你 那可怎么办 这招投资高 风险大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用 第二 从复杀狼花一直把笛子挂在嘴边就知道 她是个古板弓简的人 所以在她的眼里 别人的孩子再优秀 也比不上自己亲生的 再加上扎龙对笛子 一直都偏爱和看重 这使得狼花对自己的孩子期待值甚是高涨 与此同时 狼花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她的身上还背负着整个复杀家族的荣耀 为了家族长生 她就必须保住中共的位置 这个时候笛子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 如果收养了别人的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就会变成了皇后的笛子 属于是间接的抬高了她的身份 若日后这个笛子真的有所作为继承大同 难保日后会威胁到狼花自己的孩子 或者是整个复杀家族的地位 最后复杀狼花也没什么收养孩子的机会了 一般情况下 只有小嫔妃的孩子会交给位分高的嫔妃抚养 可扎龙孩子的生母 位分都不低 有自己抚养孩子的资格 人家没犯什么错 也不能无缘无故剥夺抚养权交给皇后 而当初狼花是想抚养仪贵人的孩子的 毕竟仪贵人是她的病与上位 好长痛 但她的孩子没生下来 而大哥永皇一来孩子那么大了 有自己的思想不会认她摆布 二来狼花有点忌惮她长子的身份 再加上宫中一直盛传是她害死了她娘 折敏皇贵妃 她就更忌讳了 错过了这两个娃之后 就算狼花想养也没有什么合适的娃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她身为皇后 只要她活得久 无论是哪个皇子继承大统 她都是太后 所以也没有必要特地去养一个 有那功夫 还不如自己去拼一个嫡子 爱玲戎初次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会抖得那么厉害 难道只是因为害怕吗 爱玲戎虽然也是出身官宦之家 但是因为她父亲的官职地位不高 以及薄情寡义 导致爱玲戎自小就养成了 自卑胆小敏感的性子 为了能早日出人头地光耀门眉 爱玲戎十分渴望能够得到皇上的宠爱 或许是因为一直以来心理压力太大了 所以才导致她在初次事情时 又激动又害怕又紧张 以至于浑身颤抖 次大爷一见她这样 瞬间就失去了兴趣 直接就给送回来了 让爱玲戎成了整个后宫的笑柄 但是或许在甄嬛传原著中 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答案 原著中的爱玲戎曾和甄嬛一样不愿意失信 甚至还处处避免和四大爷见面 就算见了面 也尽量不引起她的注意 具体表现为让她唱歌只发挥一半的水平 因为她早就心有所属 那个人就是甄嬛的哥哥甄衡 因为在宫外的一次英雄救美 爱玲戎无法自拔地爱上了甄衡 甄衡对她也有意思 所以哪怕是进宫之后 他们之间再无可能 爱玲戎也一直想着她 因此她才会故作害怕之姿 以此躲避恩宠 她要为甄衡守身如玉 甄嬛本意是不愿意勉强 安玲戎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亲近的 但看着她整日 只知道想着自己哥哥 还被宫里的奴才失脸色 再加上梅庄尽足 自己在后宫孤立无援 只能想办法扶持玲戎 甄嬛终究还是忍不住去找了安玲戎 告诉她爹爹要给哥哥定亲的消息 想着断了她的念想 之后甄嬛又借着安比怀办事的机会 劝玲戎说 你父亲千辛万苦送你入宫选秀 惊其所有 只为你在宫中这样落魄 无宠终生吗 你的无宠又会给你的父亲 你的家族什么样的命运 听完这话的安玲戎双肩一颤 甄嬛知道她的心已经开始动摇了 虽然说就算甄嬛不比安玲戎 她和甄衡也没有可能了 但甄嬛这么做 怎么看都像是她在与家族利益为要件 强迫安玲戎去侍寝的 安玲戎虽然是妥协了 但还是有意无意的使用杂料避免有孕 而后面导致安玲戎黑化的导火佐 也是因为甄嬛要让甄衡去薛西陶 好了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宝子们下期还想看什么 记得在评论区里留言翻牌子哦